那個我來 成果報告那個就是 違建 等一下 到底全名是什麼 違 違建類型統計及視覺化 那今天我就挑了這個 可能因為我覺得 一還是我很愛爬資料 二還是我覺得違建 這件事情真的蠻重要 因為它 阻礙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例如說像 政府想要推太陽能板 屋頂太陽能板 就因為找不到 就是不是違建的那個屋頂可以蓋 所以就沒有辦法做屋頂太陽能板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資料被整理出來 應該是蠻有價值的 那所以今天主要就是做 爬資料這件事 那麼今天爬的過程 其實它那個違建系統的網站 因為速度很慢 然後爬起來就是等於 把它網站打得很兇 那麼中間還讓它網站掛了好幾次 就是根據我自己過去爬資料的習慣 通常這情況會放慢速度 但今天應該是有議員可以幫忙撐腰 所以我就全速給它爬下去了 好 所以目前已經爬出了 十幾萬筆的列表 那列表就是有包含 地址包含那個 地址跟它的那個年份跟它的文號 然後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個Github裡面 然後另外就是我把它的地址 轉成經緯度貨 然後現在也有把它丟到Google Map上 但是Google Map只能顯示兩千筆 所以這邊只看到松山區而已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像這樣 松山區這個地方的違建 這邊都是違建 然後點進去就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它的資訊 所以這邊就會有它的處理情況 那大部分其實都還是沒有處理的 那接下來這邊我還會繼續做 就是我會把明細抓出來 所以再來就慢慢再把它抓出來 那現在的資料格式 大概就會在Github上面這樣格式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做一些研究 想要做 做一些後續的視覺化的話 就可以從這邊開始先動手了 那我慢慢會把資料再繼續補上去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